今天要做一道剁椒芋头蒸排骨 吸筋味的芋头能比肉还好吃 排骨上少少的撒一点薄盐 蚝油和白糖 白胡椒粉和柠檬汁 柠檬可以去腥 还能增加淡淡的淋腔 抓匀后加勺淀粉抓匀一两个小时 我买的是利浦芋头 挑芋头有个小技巧 同等体型下两手颠一颠 越轻的代表生粉还能越高 口感就越软糯 切块后入锅把脊面煎一下 锁住芋头的水分和生粉 这样蒸出来味道会更好一点 利浦芋头的个头比较大 芋头肉里面也布满了紫红色筋 类似于檳榔花纹 所以也被称为叫檳榔芋 脊面煎完后盛出布在碗底 再放入腌好的排骨 用煎芋头的底油 再把剁椒加点葱蒜和酱油炒香 这样蒸出来的葱菜味道也会更浓郁一点 炒好的剁椒铺在排骨上 入锅上汽蒸大概40分钟 我排骨的个头比较大 所以蒸的会略9点 大家可以自由调整一下 出锅后撒点葱花 这样剁椒芋头跟白骨可以做好 我做这道菜因为一顿我也吃不完 所以剩一半 隔天又热了一下 感觉味道会更好 特别是芋头 那吸收了汤之后呢 口感很暖面 香气呢也很浓郁 真的有些剩菜 你把它热的比它刚出过的时候还好吃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大家不妨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